拿上来这个肉段 第一位女嘉宾没吃饶 第二位女嘉宾是开了口了 来看看密室的女嘉宾 有没有什么想法 来 我们也想尝一尝 能拿上来我们尝尝你的手艺吗 能 那好了 派人给我们送点呗 来 你派谁去呢 她说派人马上给我送来 那你给送吧 除了我去吧 别人去 这样吧 这个男嘉宾还有更重要的事 你不能把她从战场上拉走 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送去 给大家尝一尝 行不行啊 好嘞 谢谢主持人 好嘞 来 好 它试的味儿是挺好的 它这个我试上了 你有退休剂吗 没有 农村也认 你有退休剂 那你有医保有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三无 你那工程太优秀了 说话看着眼光看着特别远 真的 然后考虑问题特别长远 对 男嘉宾您是被吓着了 被吓着了 还是挺失望啊 不是 这两宝 这有一宝啊 一宝没一宝不行 一宝没一宝 你老家就交那种的 你还没有工资没事 不能有没有医保 老家有合作医疗 还有那个交那个 就是说你们说这个社宝吧 咱们的就是最早先交一百块钱 现在是二百块钱 所以说您是有医保的 是吧 有医保 交医保 年年交吗 它是属于 农村属于三能 三能治保 你是没有劳保的 但是医保是有的 对 来吧 接着咱们通过短天 看看女嘉宾的感情生活 我曾经有过一段很苦涉的回音 和丈夫对付了十多年 但是俩人性格不合 实在过不到一起去就分开了 我跟前夫离婚了以后 我就来到了二十山 之后我就上工地做饭去了 做饭于那老头是我们老乡 我俩就在一起生活了九年 他比我大十一岁 啥都没有 但是我就图他对我好 人在异地就想找个依靠 所以我俩就在一起了 在工地干活嘛 在工地干活 我在做饭意识 因为后期就是不在工地干活了 就是回来他就在老物市场 就是装的铁什么的 都干利工的活 没有手印 我没要 当时我就没要人工职 我就是这么说呢 我俩前才分得特别轻 就是省了以后儿女什么有罗来事 我做妈妈那阵 孩子就是他也帮我干 就是有时间了他也帮我干 处的也特别好 那以前那时候我妈在这 对我妈也挺好 两年前他腿疼的干不顿活了 他说我不能再养着你了 也不能拖累你 正好他儿媳妇让他回老家帮忙带孩子 他就回老家了 我俩就分开了 我想找一个有点宝靠的 抽烟喝酒我都不烦 但酒蒙着不行 我会找到你吗 你嘉宾的第二段婚姻是搭伙过的吗 是 是过了九年 这九年你为什么选择搭伙过 你认为你跟他在一块就是临时的吗 我俩吧 我也是就是婚姻之前不也受着挫折 我不也是好几年也没找 后期找他我就 其实对我好一点就行 对我好我那边也能干活 他也就是立功 也不是说有工资啊有什么保障 他就挣钱也瞅着挺那个心疼的 就是都是立功就装铁什么的 挺累的 挣点钱也不容易 你当时跟他决定搭伙过的时候 是心想有一天如果不行 咱俩说分就分比较 他说的 他说的我要是干不动活了 我就选择退出 我不能牵累你 就这么的 他就那什么 你也同意跟他搭伙过 就是你对我好 我也出去干活挣钱 我挣钱我就养活我自己 就富富有余那顿 如果再开启一段感情的话 还选择大伙过吗 得看看南方条件怎么样 所以男嘉宾你要求是必须登记的是吧 对不登记 大伙不过 大伙不过 你嘉宾你会考验对方多长时间 同意跟对方登记 我得考验一年到二年这样 一年到二年 就两个人相处 对呀 得相处 还有就是因为前任呢 曾经因为家里边也让他回去 所以就算感情本来就岌岌可危了 结果呢 家里人一拽就更走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吧 不是 他确实干不了活 那是这女的心眼不对 她 礼拜六礼拜天 儿媳妇上班 她也得回去给带孩子 帮着瞅着 这种事 不是说的 咱们就是互相那人说的 跟他们家处的不好 不是 但是我感觉就是 不管你和那位叔叔 第二任叔叔出的咋样 他家人对你是十分认可的 对 就充分证明 就是说你跟他平时相处当中 人家也挑不出你啥毛病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才愿意跟你保持联系 对对对 她一人 现在二人媳妇 还跟我也有联系 要是我呀 就不回去 我不能说不回去 我既然走出来 你要是就求我 老头子就说话了 我对你舍不得站在那 那我就回去 你老头子不说话 你就管姑娘来接我 我还被定了 你老头子 我还被定了